艾雷岛的登岛症也是有鄙视链的 想装逼先过关 大家好 我是部专业喝酒的专业导演邱楚基 我有一个八成心的酒友 最近遭遇了一次装逼失败 不是说喝麦卡伦日威的都叫死有钱人吗 而喝泥梅威士忌的才叫油品的老涛吗 这话呢有那么点道理 那为什么我喝泥梅还是被人喊成小白呢 请问你喝的是哪个泥梅啊 布洛莫18年又老用泥梅 还不够我装吗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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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 其实艾雷岛的泥梅味也是有鄙视链的 苏格兰的威士忌基本都有泥梅味 浓淡程度是由初始卖洋的泥梅分含量决定的 低于10个ppm的一般喝不出来 15到25个ppm算中度 超过30个ppm的就算是重泥梅了 越是老涛越爱喝重泥梅啊 所以啊如今这个艾雷岛的威士忌啊 这个泥梅分值是越玩越高 甚至啊一路啊奔着暴表而去 泥梅分值直接过百 那就是王者级别的泥梅怪兽Octomo 泥梅分值45到60个ppm的 那是钻石级别的阿贝 而波摸这种还没有到30ppm的 顶多算个倔强青铜吧 怎么去跟大佬对话呢 那怎么才能正确装兵呢 想装兵先过关 那你必须先挑战之瓶乐嘉维林16年 这才算是真正的又老又泥梅 它是乐嘉维林酒厂的旗舰经典款 43度 用筒啊据说是有小量的水利筒 以及筒味清淡的二足博本筒 味的就是降低筒味对泥梅味的影响 所以才能在筒厂高达16年之后 依然能够保住强势的泥梅味 两年前我买它的时候是400多块 现在涨价了也是在600上下 但是依然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口粮价位 所以多年以来它的口碑啊 一直是爱雷岛威士忌的一个传奇 最重要的是乐嘉维林16年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老涛和小白的一个分水利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独夜》它里面的奇葩设定 独夜是一团黑乎乎的外星液体生物 它和好人结合那就是正义的英雄 它和坏人结合那就变成了邪恶的boss 我们的乐嘉维林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觉得它美味的话 那恭喜你你已经拿到了泥梅味的文经卡 艾雷岛的登岛证 出去装逼也不露钱 如果你一喝就约啊 那我也只能遗憾的劝你一句 别装了 收手吧 你这就有点扯大了 来吧来吧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那你可别后悔哦 好各位看官老爷 想知道乐嘉维林的泥梅味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想知道我这位酒友能否测试过关吗 想知道怎么用它完美装逼吗 那就躺平放松 再来一波一键三连 咱们这就电影下酒 滋味上头 电影独业的剧情其实非常套路 男主艾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记者 在调查黑星科技大牢卡尔顿的反人类实验的时候 因为机缘巧合与外星来的独业来了一个二合一 然后啊 我要开始装逼了 总之啊 一团混战之后 二合一的艾迪和独业战胜了同样二合一的卡尔顿 成功的拯救了地球 现实里啊 乐嘉维林也是有两家酒厂合二为一的 他们就是在1816年左右诞生的基尔道尔顿 和1817年代证的乐嘉维林 两家酒厂合并之后 大家就踏上了成为爱雷岛之王的制霸之路 再说回电影啊 其实独业的原本面目和异形啊 也差不了多少 又丑陋又暴力 还喜欢甩着舌头吃人 妥妥二级片的boss 万幸还有埃迪 软硬尖尸的控制的尺度 调教独业啊 不许吃好人 只能吃坏人 别忘了拯救地球 做得好就陪你肩并肩看夕阳啊 硬是把二级片变成了老少街一合家欢啦 控制着泥梅味这头怪兽 先是麦芽啊 虽然有传说 乐嘉维林用的是长在泥梅沼泽上的麦芽 但是更靠谱点的说法呢 是来自于波特艾伦发卖厂 据说乐嘉维林会提供自己的专属泥梅 然后在发卖厂的计算机控制之下 把每匹麦芽的泥梅分值啊 控制在有点重口 但又不太重口的30到45ppm之间 再就是水源 乐嘉维林啊 用的是索禄湖的湖水 湖水会流过富含泥梅的山坡 成为富含泥梅的茶褐色溪流 为乐嘉维林啊 再增加一份泥梅分值 据说啊 乐嘉维林可是和他的邻居拉夫哥 撕逼了很多年 才拿到了这条水道的专有权 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鱼汤被你承包了 最后呢 当然就是酿酒工艺了 和某些只会疯狂熏麦芽的酒厂相比 乐嘉维林妥妥的技术流啊 最少55小时的发酵 据说是艾雷岛最长时间的蒸馏 小巧圆润的蒸馏器 倾斜向下减少回流的莱恩壁 最后啊 还要掐头去尾 只摘取中间那个泥梅味 最重的那一段酒心 太技术了 有听没懂啊 好 那就直接看结果吧 乐嘉维林隔壁的拉夫哥啊 用的也是35ppm的麦芽 和富含泥梅味的这种溪流 但是加工过程的细微差别啊 让乐嘉维林的泥梅味 比拉夫哥的泥梅味 要更加强劲有力 说一句拉材的话 那就是乐嘉维林 更懂得拿捏泥梅味 懂了懂了 艾雷岛之王岂是浪得虚名呢 所以接下来啊 咱们就要用这瓶艾雷岛之王 乐嘉维林16年 来测试一下咱们的装逼资格 你这人有点意思啊 常年燕祖接受挑战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看官老爷 有没有自己清测过呢 投个票吧 这个颜色也是这种琥珀色的啊 它里面是加了这个焦糖色的 有那种点酒啊 海藻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泥梅烟熏味 还有那种篝火啊 熏火腿啊 混杂的这种柑橘啊 水果的这种甜味 还有这种果酱混合的这种烤面包 烤饼干的这种香味 它里面还有那么一点 鸡油啊 这种橡胶的那种感觉 整体那个浓郁的这种甜味道 还是很明显的 微香指数 四星半 哎对了 这位酒友啊 你还好吗 除了有点自信 问题不大 好 那咱们就开喝了啊 我先干为敬啦 看官老爷 我先替你尝一口 入口啊 是种大量的甜味 还有比较强烈的这种泥梅烟熏的味道 略带一些咸味 新辣的这种胡椒味啊 香草啊 橙子啊 咖啡啊 巧克力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种 蛋糕店里面烤蛋糕那种香味 这应该是从波本桶里面来的 烟熏味呢 越来越强 但是它还是很有分寸感啊 跟那些张牙舞爪的 无年份的那种 很辛辣的威士忌相比的话呢 它非常的浓郁 醇厚 它的成年感更老泡 一身的江湖气 而且啊 似乎里面隐藏着它自己的规矩 美味指数 五颗星 我也品出了轮胎味 一范缸 烧子灰 还有那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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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茹子可叫也 它的茴味很长 这个水果的这个甜味啊 然后慢慢的消失 然后再放上来的就是 泥梅啊 雪茄啊 烟草啊 还有这种黑巧克力的那种苦味 它这种甜味和苦味并重 就很复杂 很奇妙 流香指数 刺心办 我嘴里是刚啃了一个 没求的鱼味啊 言归正传 这个乐嘉维林16年啊 它整体的风格 和阿贝相比的话呢 比如说阿贝 它更像这种烟熏腊肉的感觉 而这个乐嘉维林啊 泥梅烟熏味是非常 简单直白质朴的 就感觉像那种 燃烧的木头啊 火柴啊 还有那种篝火啊 比较阳刚直白的这种泥梅感 是和其他的味道呢 慢慢的融合成为一体 就怎么说呢 就是烟熏的穀物啊 烟熏的水果啊 烟熏的巧克力啊 等等等等 是完美的结合了 既不会这种 很突兀的要你的命 但是呢 也不会圆滑当的 让你缺乏惊喜 可以说啊 它是达到了 美味和刺激的完美融合 小蛋糕泡泥梅汤 果然带劲啊 那要不要再来一口 来 给野蛮上 而乐嘉维林 这份对泥梅和美味的拿捏啊 就像《独夜》这部 奇葩电影本身 既不像异形那样 哨而不疑 也不像超音电影那样 太过套路 太过俗套 而是用《独夜》 这个呲牙咧嘴 面目凶残 随时会把哀迪 甩上大风车的 这个另类英雄 完成了一场 狂暴过于的视觉盛演 甚至啊 还让你忍不住感叹 这《独夜》这丑暴 怎么看起来 还有点萌啊 就像你在回味 《乐嘉维林》 16年的时候 你也忍不住感叹 哎 这泥梅味 还挺上头啊 然后啊 你会忍不住 再来一口 哎 九友呢 你刚才说 再来一杯 怎么就没声音呢 我不行了 我一定会回来的 好 完美装逼 你学费了吗 所以啊 就用这杯 《乐嘉维林》16年 祝您早日征服 爱雷岛 Cheers 最后啊 别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加收藏 按按小铃铛 云和酒一起走 我是导演邱主机 谢谢 拜拜